婚礼当天,男朋友他妈请人算卦,卦象说今天不宜接亲,否则有血光之灾,还说让我把陪嫁的房子给大姑子做新居,如此婚礼才会顺利。 我打电话质问,他说别小气,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去你妈的一家人,还想有以后?门缝都没有。 我看了眼手机,离约定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小时,门口还是没有周浩接亲队伍的消息。 我心里着急,床上的紧缎洗背都被我攥出了褶皱。表妹悄悄地对我摇耳朵,姐夫难道因为要当新娘官太激动,睡过头了?待会儿来了可要好好为难她一番。 表妹虽然是打趣,可看我的表情带着担忧。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我更加坐立难安。 新郎哪有迟到的,这是不把结婚当回事啊。 可不,婚礼还没办呢就下女方的面子,这家人不地道。 都少说两句,大喜的日子谁不着急,万一路上有事耽搁了呢? 饶使我爸妈一贯淡定从容,此刻也不免焦急起来。 我也固步地考虑别的,拿起手机就给周浩打了过去。 手机通了,我语气急切,是路上遇到什么事了吗? 怎么还没到?然而,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周浩他妈的声音。 小乔啊,昨天晚上我请算卦地给补了一卦,说今天周浩不能去接亲,否则会有血光之灾。 我给听愣了,完全不知道他妈这是唱的哪一出,只觉得心中一万只羊驼呼啸而过。 我耐着性子说道,妈,这日子都定了,时着也定了,这算命的不是瞎扯吗? 再说了,周浩不来,这不是给我难堪吗? 小乔,这还不是为了安全着想,你看你家离锦绣庄园,也不算远,可以开车自己过来的。 大喜的日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不是,我一口气闷在心里,感觉从没有过的憋屈。 若是真如周浩他妈所说,他完全可以昨晚告知我们,而不是现在过了接亲急时等着我打电话过去。 我扫了眼房间里的人,都是亲朋好友,此刻安静地看着我。 还有爸妈,担忧和心疼异于言表。 我算是明白了,周浩他妈这是找场子呢。 当初两家商量婚事时,周浩爸妈说,钱都用来买婚房了,财礼也就是个形式,能不能意思一下就行。 我爸妈当时没反驳,就问意思一下是准备给多少。 周浩爸妈打听过,也知道彩礼规格是十八万。 本来我爸妈看在我的面子上,哪怕彩礼他家给一半也认了,反正我家也不缺那点彩礼钱。 但没想到他们家一出口就砍下了十二万,说彩礼给六万。 我爸妈心里特别不痛快,当场就表了态,本来我们给乔乔准备的陪价是彩礼的两倍,既然你们没有诚意,那就作罢了。 后来周浩跟他爸妈说,我的陪价更多,到时结了婚就是一家人,肉还是烂在自家锅里的。 他爸妈又哭穷,又讨价还价好几次,才不情不愿地给了十万。 所以,他家并不是给不起,只是不想掏这个钱,他妈更是恨不得,财礼免了。 而今天周浩他妈针对我的这出算卦,是算准婚礼在即,我也只能忍辱受憋。 锦绣庄园的一切都布置好了,请帖都发出去了,宾客一会儿也陆续地就到了。 所以,哪怕我一肚子恼火,也只能压下,因为我不能因为我让我爸妈被嘲笑。 我深吸口气,声音冷淡对周浩他妈道,行,我这边我自己安排,庄园那边让周浩提前等着。 小乔果然是名士里的好儿媳,我差点爆粗口,你他妈办的是占礼吗? 我以为这出戏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唱戏的上瘾了。 我退一步不想计较捣换来了周浩他妈的得寸进尺,只听他又说道, 小乔,还有个事,你也知道浩浩他姐为了浩浩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嫁得不好,离婚后孤儿寡母过得可怜。 我心里烦得要命,不明白他这时候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干什么。 听我不搭话,周浩他妈用一种豁出去的口气道,算命的给婷婷也看了, 说他沾了弟弟结婚的喜气福气也来了。 他的福气在林泉区于林路东南方向,若是得新居,必能除梅慧,饱福运,日子顺遂,因缘得成。 他每说一句,我心里不好的预感变沉一分。 我咬牙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把婚房让出来给周庭。 不错,我和周浩的新房就在于林路。 那倒不是,小乔,我听浩浩说,你爸妈陪嫁了一套房子, 在水天一色,正好在于林路的东南方向。 我想着,反正现在你也不住,不如先给浩浩他姐母子住着吧。 九十多平两人住也够。 我以为我听错了,您的意思是让周浩他姐借住在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里。 哎呀,小乔,都成一家人了说什么借住不借住的, 你姐要住着好过户给他不就行了。 我简直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不,是想骂都找不出词来。 我猛吸了几口冷气,强忍着怒火道,周浩呢? 您把手机给他。 我倒要看看,这件事是周浩他妈一个人的意思, 还是他们一家都有份。 如果周浩和他们坑赫一气,这婚也不必结了。 周浩他妈的笑声我听得清楚, 胜券在握的意味很明显。 瞧瞧,周浩的声音传来。 不想听他废话,我直接问道, 周浩,你妈这番操作是几个意思? 是不是今天我不把房子让给你姐, 咱们的婚礼就进行不下去了? 你也认可你妈的做法? 我以为她会坚定地站我这边向着我, 毕竟当初她追我的时候信誓旦旦。 你是我的女神,家是好,长得好, 我是上辈子积了多少福才能当你男朋友。 我从没见过一个男生表白成功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说,瞧瞧,你放心,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我都跟你一条心。 他跟我说他家是农村的, 父母没大能耐。 他说他结本有机会读大学, 为了给他挣学费只能去打工。 他说他不能挥霍他们的钱, 在学校比吃比喝比玩。 他说,就连追求我都用尽了全部勇气, 还怕我瞧不上他。 我当时有几分动容。 一个学业优秀常年霸榜奖学金的人, 他有自傲的资本, 但他认知清醒。 而我从小衣食无忧, 又是独生女, 没为钱发过愁, 便觉得她的这种品质很是难得。 恋爱四年, 我爸妈从原本不赞同, 也慢慢接受她了。 直到开始商量婚事, 他们家开始各种作妖。 一会儿说, 他们家拿不出那么多首付, 让我加出多点。 我妈说, 行, 房产正写两人名字, 装修两家分摊, 婚后一起还贷。 他妈好像吃了亏一样, 忙说, 买房是大事, 再考虑考虑。 然后是彩礼, 闹了几次, 甚至最后连婚宴场地酒席 都让我加出钱。 她妈是这么说的, 我们见识少, 好多不懂, 也怕订得酒宴不合小乔心意, 惹人闲话。 小乔娇贵, 是你们的掌上明珠, 由你们来把关, 婚礼肯定完美无憾, 宾主尽欢。 我爸爸那句, 那让周浩坐上门女婿 算了差点脱口而出, 被我妈一掐声声咽进了嗓子里。 看见我哀求的目光, 为了我的幸福, 我爸妈让步了。 这一切周浩都看在眼里, 她也曾毫不犹豫地表露出 对我的歉意和感激。 我以为周浩是懂我的, 感恩的。 现在想起来, 她妈这话说得如此有艺术, 未必没有她的指点。 我们的退让不但没有让她家建好就收, 反而是得寸进尺。 周浩沉默着, 呼吸有些粗重, 最后知无道, 瞧瞧, 我姐这些年真的受了很多苦, 我哪能只顾自己快乐, 眼睁睁看我姐凄苦。 你也不缺这一套房子, 只是给我姐借住, 以后我挣钱了, 再给她换, 行吗? 我怒急返笑, 周浩, 是不是, 今天要想婚礼顺利, 你姐这是必须得依? 瞧瞧, 算命的是这么说的, 只要这事定了, 不光婚礼会顺利, 我们以后的生活都会顺利。 不会的, 没有以后了。 我冷冷道, 瞧瞧, 你什么意思? 我再也忍不住怒火, 骤然提高声音道, 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 你家都特么疯了吧? 那是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 跟你们家有一毛钱关系。 我们家嫁女儿, 合着还要给未来的大姑子母子准备房子。 话音刚落, 房间真落可闻。 所有人都朝我看过来, 我妈身子一晃, 被我爸眼几手快地扶住了。 周浩声音更高, 林乔, 你家房子空着, 给我姐住住怎么了? 不就有几个钱, 还不是一样没良心? 果然, 我妈说得对, 你们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自始至终就看不起我。 我气得指甲欠尽掌心, 新做的美甲都被折断了。 天天她妈又大声喊道, 浩浩, 不用跟她啰嗦, 她跟你谈了好几年, 早就不是什么黄花闺女了, 不嫁你谁还要她。 林乔, 我把话料遮了, 你答应, 婚礼顺利举行, 不然你家就等着成笑话吧。 此刻, 我心中的愤怒和悔恨 如汹涌的潮水, 险些将我淹没。 握着手机的手音用力 止骨都泛白, 说出的话比刀锋还冷, 周浩, 这婚不结了。 挂断电话, 眼泪终是忍不住留下来, 我妈拉过我的手, 眼中满是担忧, 是不是周浩那边出岔子了? 她妈又作妖了。 我忍不住哭出声, 她妈先是不让来接亲, 还要让我把陪嫁的房子 给周浩她解。 我妈气得脸都白了, 浑身啰嗦, 简直欺人太甚, 这婚不结就不结。 我们瞧瞧都低价了, 还这么不知足, 太不要脸了。 就是, 简直气死了, 这家人都有病, 红眼病。 看见了吧? 以后找对象可得擦亮眼, 千万别遇见这种糟心东西。 听着周围人的声音, 我狠狠擦了把眼泪, 走到爸妈面前静止跪了下去, 爸、妈, 对不起, 让你们跟着女儿丢人了。 我妈一把拉起我, 我爸拿起手机就给酒店打电话, 解释一番后取消了婚礼。 万事俱备, 婚礼临时取消, 钱自然是白扔了。 为了感情, 为了结这个婚, 我一再退让, 我家出钱出房出陪嫁, 可他们家呢? 一个个得拢望鼠, 嘴脸丑恶令人作呕。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因为取消婚礼, 我们忙得人养马翻, 该赔礼道歉赔礼道歉, 该退分子钱退分子钱, 甚至都上了本地新闻热点。 因为我的眼瞎, 我爸妈的脸面碎了一地, 等全部善后完, 已经夜色深深, 强称地坚强散去, 我抱着我妈哭到乌夜。 我爸妈一脸憔悴, 却一句责怪的话, 也舍不得对我说。 他们安慰我, 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 得亏是现在, 要是结了婚, 再出这些幺蛾子更糟心。 此时, 我无比庆幸我听爸妈的话, 坚持婚礼之后再领证。 更是坚守自己的底线, 虽然谈恋爱时和周浩也有亲亲抱抱, 但到底没有越雷迟一步。 他曾提议我们住一起, 也曾邀我单独旅游, 但我问过了爸妈的意见后, 终是没同意。 至于他妈说的那些屁话, 大概是周浩为了大男子, 自尊糊弄她的。 累了一天, 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 就准备睡了。 谁知大晚上的周浩和他妈上门了, 光光的砸门声, 伴着周浩他妈尖利的喊声传来, 林乔, 你给我出来, 你凭什么取消婚礼? 亲戚都来了, 茶都没喝上一口就给请走了, 我周家不要面子的。 姓林的, 别给我装孙子, 快开门。 我爸妈住这个小区也二十多年了, 街坊邻居都是熟人。 大晚上的, 经周浩他妈那大嗓子一喊, 估计都听见了。 我爸怕影响邻居歇息, 黑着脸拉开了门。 周浩臭着脸, 也没看我爸, 气势汹汹朝我质问, 林乔, 我妈不过说几句,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要闹也得有个度。 招呼不打就取消婚礼, 这是人干的事。 合着他和他妈认为, 造成这样的局面都是我家的错。 真是吴语他妈给吴语上坟, 吴语死了。 见我不说话, 他妈以为我心虚了, 接着说道, 你都跟了我儿子好几年了, 还以为自己多值钱呢。 再说了, 这肚子里说不定都有我周家的重了, 你还闹什么闹? 不嫌丢人。 听他满嘴胡说, 我真是恨不得扑上去扇他两巴掌。 眼看邻居们都出来了, 他妈还故意越说越难听。 我火冒三丈, 妈的, 你人还有三分土性呢。 你还有脸找我要说法? 今天婚礼, 你临时变卦, 不让你儿子来接亲? 我忍了。 彩礼从十八万降到十万, 我让了。 酒店宴席让我家安排, 我认了, 可你还要让我把陪嫁房子给你女儿, 失心疯了吧你。 我特么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 也不会嫁你儿子。 周浩他妈气焰嚣张, 林乔,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 结婚当天退婚, 名声都臭了。 我儿子大度肯要你就不错了。 别说一套房, 结了婚你家的东西以后, 都是我家浩浩的。 妈, 周浩赶忙心虚地拽了他妈一把, 原来如此。 我说他们怎么一步步地试探我的底线, 原来他家早就存了龌龊的心思。 我爸妈一辈子的休养被周浩和他妈气得破了功。 我爸勃然大怒, 放你的狗屁, 心术不正的狗东西, 你们马上给我滚。 周浩他妈一边挡着门, 一边大放厥词, 我也没说错呀, 一个女婿半个儿, 他们结了婚, 以后养老送终不还得我家浩浩操持。 说来说去, 谁叫你们生不出儿子来? 活着的时候没蓄个香火, 死了总得有人披个笑, 上炷香吧。 老妖婆你咒谁呢? 你死了, 我肯定请戏班子敲锣打鼓唱一天的好日子。 我气不过, 他说我爸妈脱下脚上的拖鞋对着他妈甩了过去。 他妈被拖鞋砸个正着, 索性开始哭天腔地撒泼, 造反了, 造反了, 而媳妇要打死婆婆了。 林乔, 你返天了, 敢对我妈动手。 周浩急了, 冲过来重重一推, 我一时不察被她推倒, 后腰撞到了跪脚, 疼得当场眼泪就下来了。 我爸看我受伤了, 也急眼了, 抄起拖把就往周浩身上招呼。 周浩忙拉着他妈往楼梯躲。 我爸像看一坨屎一样, 看着周浩和他妈, 带着你妈赶紧滚, 再让我看见你, 见一次打一次。 我妈一手给我揉着腰, 一手拿出手机, 再不滚我就报警了。 林乔, 既然你把事做绝, 就别怪我不念旧情, 你给我等着。 周浩音质的目光, 足足盯了我半分钟, 才拉着他妈走了。 一场闹剧结束, 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的疲惫。 愤怒过后, 我心里满是酸涩。 我怎么也不想把昔日那个 满心是我的男人和 今天这个自私自利, 满脸算计的男人联系在一起。 他一开始对我特别特别好。 我们一起吃饭, 他永远顾及我的口味。 我生理期, 他寄得比我还准, 他会给我买好卫生巾, 暖宝宝, 泡好姜糖水装在保温杯里。 会半夜因为我的一句睡不着, 而忍着瞌睡陪我聊天。 我偶尔心血来潮想吃某个东西, 他跑遍全程也为我买来。 那时朋友圈有句文案特别火, 下雨了, 别忘记自己带把伞, 因为你的生活里没有贺寒。 而我没有这样的感叹, 因为天凉, 我身上有他的外套, 下雨, 头上有他举着的伞。 我也曾掏心掏肺对他好过。 他跟我说他生活费少, 不过为了锻炼意志, 他也不用吃太饱。 我怕他饿着, 就点好了餐给他送去。 他穿着洗得发旧的衣服, 取领奖学金, 被人笑话穷酸, 我就四季换洗衣服给他准备好。 他说他生日不过了, 和室友们聚餐也不去了, 因为囊中羞涩回寝不起。 为了照顾他的自尊, 我给他掏钱买单, 甚至室友们相约去玩, 也是我给他打点好。 明明一开始他是那个宁愿苛待自己, 也不愿占我半分便宜, 让我受委屈的人。 他去做兼职, 发传单, 接私活, 假期给人补课, 也不乐意花我的钱。 他一本正经地说, 瞧瞧, 你要记得, 我是男人, 不能吃软饭。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大概是他妈来学校看了他一次后。 不, 或许更早, 在他知道我家境优越, 父母工作体面, 又是独生女后, 他的心思就变了。 只不过, 我沉浸在爱情里不自知罢了。 如今, 现实狠狠打了我的脸。 爱情, 可能是有的, 却终究输给了利益和贪欲。 可不, 娶了我, 周浩一本万里。 而我这个傻子, 为了他差点, 把爸妈一辈子的心血断送了。 白天混乱了一天, 晚上睡得不太好, 被撞的腰还隐隐作疼。 第二天, 我妈一早陪着我来了医院。 在等待检查的时间里, 我刷到了周浩他姐的朋友圈。 谢谢弟弟, 还记得姐姐的好。 这套房子, 就是我们扶来运转的开始。 我越看越觉得熟悉, 这不就是我和周浩的婚房吗? 我一拍脑门, 曹高, 昨天只顾着私逼, 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当初周浩他妈没钱全款买房, 我妈提出各出首富写两人名字, 他妈觉得吃了亏。 他家既不想加我的名字, 又拿不出那么多首富, 于是周浩跟我商量, 首富还是他家出, 但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跟我借钱。 我当时就拒绝了, 我也是刚工作不久, 我花的也都是爸妈的钱, 哪有钱借给你? 他急忙道, 瞧瞧, 我不是想问你爸妈借钱, 那不合适。 你舅舅不是做工程的吗? 你能不能问你就借点, 再转给我, 你要不放心, 我给你打借条。 后来, 我问我就借了二十万, 把钱打给了周浩。 想到这里, 我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八子, 那可是二十万呢, 我当时怎么就鬼迷心窍 把钱给了他, 我也故步地检查了, 拉起我妈就走, 哎, 瞧瞧, 你着急忙荒地干什么去, 马上到你了。 干什么去, 当然是回家找借条。 我舅舅比较忙, 他觉得这么大的事, 我肯定会跟爸妈说的, 他也就没跟我爸妈提, 而我也不想婚事再生波折, 也没告诉爸妈这回事。 我把手机的转账记录 和周浩写的借条找出来了, 然后跟我爸妈坦白了这事。 我爸点着我的脑袋, 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早知道就不把你保护得那么好了, 现在知道人心险恶了。 等过了这事, 高低带你去趟医院, 看看脑子。 我给周浩打电话, 让他把借我舅的二十万还了。 周浩装傻, 什么二十万? 我没借过。 我把截图和借条 给周浩发过去了。 周浩漫不经心道, 钱是你问你舅舅借的, 跟我没关系。 你就也没有打款我的纪录, 至于你给我的二十万, 是你自愿的。 而借条, 则是我被迫写的。 我又一次见识到了无耻的下线, 跟无赖还有什么好讲的。 我告诉周浩, 要么还钱, 要么法院见。 没想到, 我没等来周浩还钱, 却等来了他妈。 周一上班, 我正处理手头工作, 就听外头一阵吵闹和叫骂声。 这时, 跟我要好的同事小丽快步跑到我面前, 急着说道, 小乔, 你快去门口看看, 那是不是你前男友他妈? 他在门口骂你, 可难听了。 我一惊, 这老妖婆真是阴魂不散。 我还没到门口, 就听见周浩他妈大喊大叫道, 林乔, 你个小贱人, 你给我出来。 你个死看门的拦着我干什么? 再敢碰我我喊你非礼, 起开。 你们领导呢? 让他出来, 看看林乔是什么德行。 我平时比较注重隐私, 几乎不发家人的朋友圈。 因此, 同事都知道周浩, 却不认识他妈。 大家只知道我取消了婚礼, 却不知具体内情。 此时纷纷被勾起了 八卦心, 一个个等着下文。 本来这只算家事, 那天在家门口闹就已经很难堪了。 可周浩他妈现在又闹到单位, 我顿时觉得 颜面扫地。 领导跟我爸相熟, 平时对我照顾颇多。 于是赶紧说道, 这位大婶, 你有什么事去我办公室说, 现在是上班时间, 别影响我们正常办公。 周浩他妈脖子一梗, 我偏要在这说, 好让大家都知道林乔是个什么货色。 接着手一指, 眼睛狠狠瞪着我道, 就是他, 骗钱骗感情, 仗着我儿子喜欢他各种做, 婚礼一言不合说, 悔婚就悔婚。 可怜我们家, 亲戚都来了热水, 都没喝上一口, 就被赶出酒店了, 我们现在在村里头都抬不起来了。 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周浩他妈边说, 便开始嚎, 还抹了抹压根不存在的眼泪。 如果我不是当事人, 高低给他的演技鼓个掌。 这不, 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 不是吧? 小林男朋友挺宠他的呀, 原来他是这种人, 渣女。 我气得蹊跷生烟, 这老妖婆颠倒是非的本事警察来了都得服。 我两步跨到他跟前, 你以为凭你一张嘴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还骗钱骗感情。 你儿子生活费不够吃饭, 是花的我的钱。 各级的衣服是我给置办的, 手机电脑是我送的, 甚至他和朋友出去旅游, 他的住的酒店都是我花钱订的。 他一个大男人, 吃软饭吃得心安理得。 这些, 你怎么不说? 至于悔婚, 如果你得了失忆症, 我再帮你回忆回忆。 我拿出手机找到了那天晚上邻居录的视频, 开了最大音量。 少时, 办公室里一片卧槽声。 周浩他妈像是被凉水洗屁股一般, 急急眼了, 跳起来就要抢我手机。 同事们看他的目光都带着鄙夷, 原来这就是恶人先告状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可怜呢, 还好小瞧毁婚。 可不, 这家人太恶心了, 这么喜欢吃软饭咋, 不让自己儿子入赘。 周浩他妈对不过, 恼羞成怒骂开了, 你们别被这个小贱人糊弄了。 他说, 毁婚可还霸占着彩礼不还。 不仅如此, 我们家出首付买的房子, 他竟然还要我儿子给他二十万。 换作你们, 咽得下这口气? 这一下,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又变了。 果然, 有人看到热不嫌是大, 小林啊, 毁婚本就不好看, 私吞彩礼更可耻, 你还让人家倒赔二十万, 这人家不骂你骂谁? 是啊, 还以为是人家欺负他, 原来自己也是个不省油的灯, 别说挨骂了, 打一顿都活该。 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今天再做君子就要被他气死了。 看着他脸上得意地笑, 我照着他一脚就踹了过去。 周浩他妈猛了下, 反应过来后张牙舞爪地过来打我。 领导一看, 忙招呼门为大哥给拦住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道, 你儿子借我的二十万有转账记录和借条, 你想赖是赖不掉的。 至于彩礼, 你倒是提醒了我, 二十万道账之时, 彩礼原封不动退回。 还有, 你回去告诉周浩, 不要给我装死, 三天之内不还钱, 我就去起诉他, 你看看到时候他的工作还保不保得住。 周浩他妈愣住了, 随即破口大骂, 林乔, 你这个黑心烂费的小贱人, 你钻前眼里去了, 你要敢把我儿子的工作缴没了, 我绝不放过你, 那就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 还有, 再敢骚扰我, 我就让你去橘子里蹲几天。 说完, 我转身就走。 周浩他妈还想撒泼, 被门卫大哥一左一右给嫁了出去。 领导大概也知道我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正好五一也到了, 特意提前给我批了两天假, 让我该歇歇, 该撕撕, 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知道周浩不会轻易还钱, 也见识了他们母子的无耻, 所以, 我决定先下手为强。 我在家里整理这些年, 用在周浩身上的花销, 到最后自己都惊了, 竟然有十几万之多。 最无语的是, 其中有一笔还是给周浩他妈生病住院交的费用。 我把这些转账记录都整理好, 把从商议结婚及筹备婚礼到退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 视频借条等佐证也保存好。 我坐在房间发了一会儿证, 突然给了自己一巴掌, 等反应过来才发现打得有点重, 骑马脸肯定是红了。 我很想问问, 当初的自己脑子是被僵尸吃掉了吗? 我正想把这些发在微博上, 就听见我妈喊我, 瞧瞧, 快出来, 你愿意来了。 愿意和我妈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 我们两家离得也近, 小时候说我长在她家也不为过, 只是后来她家因为一些原因搬去了别的地方定居了。 这次也是因为我结婚专门赶来的, 又恰好赶上五一, 想着跟我妈聚聚, 一起在周边玩玩。 哪成想突然被告知取消了婚礼。 愿意好, 我乖巧地喊了一声, 您先坐, 我去给您倒水。 我倒了两杯水放在身前的茶几上, 又帮我妈把水果端了过来, 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 至于为什么是两杯水, 是因为愿意不是一个人来的, 她身边跟着一个长得有点像罗芸汐的帅哥。 瞧瞧, 这是你荣斐哥哥, 你们两个小时候形影不离的, 你还记得吧? 愿意指着身旁的帅哥, 笑着对我说道。 我惊了, 一脸的不可知信, 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妈怪称地拍了我一下, 这孩子傻了不成。 我此刻的表情肯定非常分裂。 实在是, 我无法将记忆中那个胖吞吞的荣斐 和眼前这个轻瘦有形的帅哥联系在一起。 果然每个胖子都是潜力骨。 为了不失礼, 我硬着头皮喊了一声荣斐哥哥。 荣斐似是看穿了我的尴尬, 笑着说道, 瞧瞧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可爱。 书仪, 我看瞧瞧的左脸有些红, 是不是过敏了? 荣斐小心翼翼地问道, 真是失策, 早知道愿意登门, 我就是掐大腿也不打那一巴掌。 看着我妈询问的眼神, 我面无表情道, 不是过敏, 是我自己打的。 我妈像是想到了什么, 微微叹了口气, 瞧瞧, 你不用自责, 事情总会过去的。 愿意看着我满是心疼, 瞧丫头, 有什么委屈告诉你荣斐哥哥, 让他帮你出气。 我这才知道, 荣斐如今是个律师, 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并且在当地很有名气。 对愿意, 我妈也没隐瞒, 将婚礼当天的事都说了。 愿意气得不行, 一个劲地说我好性子, 换做他, 不让他们批点红代, 点彩都说不过去。 我把我整理的东西给荣斐看了, 告诉他我准备在网上公开。 周浩果然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今天是第三天了, 钱依旧没还。 到了晚上, 我把编辑好的资料 毫不犹豫地发到了网上。 一开始没掀起什么浪花, 本来我还想着 要不要花钱买热搜, 就看见荣斐亲自下场了。 甚至以他们律所的名义 发了律师函。 荣斐本身自带流量, 一顿操作后热度高了起来。 他熟识的大咖更是粉丝众多, 已经转发很快就上了热搜。 我把手机静了音, 放心地睡觉了。 周浩, 这可是你逼我的。 第二天睡醒, 手机上多了很多 未接来电和消息。 我没有一一回复, 因为我看见我和周浩共同的群, 我们大学的校友群, 包括他的工作群 因为这条微博炸了锅。 每个群的消息都是九九家, 讨论的热火朝天。 不是吧, 这是什么惊天大瓜? 那小子平时看着人模人样的, 原来这么无耻。 嗨, 前两天还跟我们诉苦, 说他未婚妻坐天坐地, 结婚当天把他甩了, 害得我们还同情他一把。 真特么不值, 就是离了个大谱。 自己家吃相这么难看还有脸闹, 这不, 反转来了。 网友们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既想, 又想, 还想, 既要, 又要, 还要, 怎么着, 他爹是特不靠谱吗? 女孩们擦亮眼, 看看有没有同款男友, 紧急避雷。 大家别骂他了, 他是有苦衷的, 因为他没有脸。 虽然也有一些人为周浩说话, 说什么苍蝇不丁无缝, 一个巴掌拍不想啥的, 但很快被其他人对回去了。 我看了看所有的消息, 露出了这几天来的第一个笑容。 我并没有透露周浩他们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及工作单位等。 我的目的是让周浩把该我还给我, 从此各不相干, 但熟知我俩的人都心知肚明。 我妈为了感谢荣斐的相助, 亲自做了一大桌子菜请愿仪和荣斐。 愿仪不爱喝饮料, 喜欢喝酸奶。 我正准备去小区旁边的超市买, 荣斐喊我, 说陪我一起去。 刚走到楼下, 手机响了。 刚接通, 周浩那暴跳如雷的声音传来, 震得我耳膜都疼。 林乔, 你个疯子, 你特妈的都干了什么? 你个恶毒的贱人, 我好好的前途都被你毁了, 你怎么不去死? 骂完了吗? 赶紧还钱,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要钱是吗? 行啊, 你马上去网上澄清, 告诉他们那些都是假的, 都是你闹着玩瞎编的, 我就把钱还你。 我被气乐了, 周浩,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智障, 看别人都是傻子啊? 今天之内, 如果我没收到钱, 我就向法院提起诉讼。 哪怕对不公堂, 你也必输无疑, 你自己掂量掂量。 挂断电话前, 周浩咬牙切齿地说了句话, 林乔, 算你狠。 虽然每天新鲜的事情层出不穷,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只要周浩还想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 只要他还想保住工作,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 走出小区门口, 荣斐正要跟我说什么, 突然一把拉住我往他身后一带, 闪身挡在我面前, 小心。 随着话落, 一股浓烈的油漆味扑面而来, 泼了荣斐一身。 而我, 因为有他挡着, 只见上了很少的部分。 我面色焦急道, 荣斐, 你怎么样? 要不要紧? 我们去医院。 荣斐安慰我, 还好我反应快避开了不少, 没泼到药害部位, 但这一身的衣服肯定是不能要了。 我抬眼看去, 泼油漆的人赫然是周浩他妈。 我怒火中烧, 想也没想, 就冲过去抬手扇了他一巴掌。 老妖婆你是不是有病? 欺负我没完没了是吧? 林乔, 你这个杀千刀的贱人, 你不让我儿子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周浩他妈疯了似的边喊, 便抡起油漆桶向我砸来。 我赶忙紧跑几步, 躲开这个疯婆子。 瞧瞧, 离他远点, 我已经报警了。 荣斐已经把沾了油漆的外套脱下来了, 站在了我旁边。 好啊林乔, 这才几天就勾搭上别的男人了。 果然是个不安分的, 得亏我儿子没娶你。 我正要对他, 一道声音传来, 刚才是谁报的警? 是我。 警察同志你也看到了, 我和我同伴身上都是他泼的油漆。 荣斐手一指, 接着道, 麻烦警察同志先把他带走。 我们先回去清洗一下换身衣服, 再去做笔录。 警察同志朝我们点点头, 又对周浩他妈说道, 你涉嫌寻衅滋事罪和侮辱他人罪, 先跟我们走一趟吧。 周浩他妈仍在叫嚣, 我只是泼了点油漆, 又没犯法, 你们凭什么带走我? 大妈, 谁告诉你泼人油漆不违法? 情节严重的还构成故意伤害罪, 要拘留的。 周浩他妈这才真的慌了, 又哭又喊死活不去, 最后被强制带走了。 周浩赶到的时候, 我和荣斐刚做完笔录。 周浩朝我吼道, 林乔, 你怎么就跟个温神一样不散, 你就不能放过我和我妈? 我无语地翻了个大白眼, 压根不想理这个智障。 最后周浩他妈以寻衅滋事罪 和侮辱罪处十日拘留, 并处五百元罚款。 周浩脸色阴沉, 目光在我和荣斐身上停了一顿, 阴阳怪气道, 林乔, 好手段啊, 这么快就找好了夏家。 不过就算找了夏家, 你也是我玩剩下的, 破血。 我还没接话呢, 荣斐凉凉地瞥了他一眼。 周浩, 你与其在这说这些酸鸡鸡的话, 不如赶紧把借人家的钱还了。 今晚十二点之前钱没到账, 明天法院的船票会送到你手上。 你不是法盲, 想必也不想像你妈一样吧。 荣斐说完, 我直接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周浩离开的时候, 荣斐对着他的背影说道, 瞧瞧是我罩着的人, 你不要再对他动什么歪心思, 否则, 我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这里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不愧是荣斐, 我们刚到家, 二十万到账了。 我立马把十万彩礼给周浩赚了过去, 然后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这出闹剧终于落幕。 后来我听说, 周浩本来快要被提拔了, 因为私得有亏, 升迁无望。 他妈出来后继吃不计打, 逢人便说我坏话, 不过没人搭理他, 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五一假期, 我妈和愿怡去旅游, 我和荣斐一路陪着, 但愿怡对我, 好像热情过了头。 荣斐失笑道, 小时候我妈就恨不得把你抢来当女儿, 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 我看着他跟罗芸汐相似的侧颜, 一时间有些呆了, 直到荣斐的脸在我眼前放大, 我才惊觉自己发了花痴。 荣斐看着我, 笑得有点勾人, 低沉的嗓音带着蛊惑, 瞧瞧, 那时你说, 如果我能和电视里的小哥哥一样好看, 你就选我做男朋友。 现在, 这话还做数不? 救命啊, 我该死得心动了。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 婚礼当天, 我换新郎了, 因为我怀孕和嫁妆丰厚, 婚礼前夕, 准婆婆孙小慧算计我, 我决定给她表演一个当场毁婚。 婚礼现场, 新娘何文音, 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张鹏城? 无论是疾病或健康, 贫穷或富有, 你都愿意爱她, 安慰她, 尊敬她, 保护她, 并愿意在你们一生之中, 对她永远忠心不便。 四一说完这句话, 把话筒递给了我。 我激动的手指颤抖着接过话筒, 在张鹏城, 相爱四年的未婚夫深情的注视下, 大声喊道, 我。 不。 愿。 意。 现场沉默几秒过后, 喧哗起来, 议论声响在每一个角落。 张鹏城面色立刻变了, 她看着我眼睛瞪得很大。 音音, 你说什么呢? 是不是太紧张了? 来深呼吸, 放松, 再说一次。 肩膀被她捏得阵阵发痛, 我退后一步正开她。 别碰我。 我把一直攥在手里没有被人发现的手机打开, 找出录音软件。 各位, 我之所以不愿意嫁给张鹏城,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的准婆婆孙小慧, 在我还没嫁给张鹏城的时候, 就在算计我的嫁妆。 请大家听听这段录音。 我按下播放键, 张鹏城了母亲, 我前任准婆婆的声音透过话筒和喇叭在婚宴大厅里响了起来。 音音啊, 我听说亲家母给了你一张三十万的嫁妆卡, 一会儿客人们都走了, 你把卡给妈, 妈给你保管。 对了, 鹏城的弟弟马上也要结婚了, 这不, 家里的钱给你和鹏城装修了, 实在没钱了。 鹏城他弟那边也是着急结婚, 不然你先把这个钱借给鹏城他弟。 妈知道你懂事, 你听妈的, 妈让鹏城他弟给你算利息。 还有, 亲家母他们不是给你赔送了一辆轿车吗? 你借给鹏城他弟开开, 不然鹏城他弟在女朋友家人面前没有面子, 孙小慧的声音透着一股诡异的热情, 那算盘打的, 说什么给我保管银行卡, 又说让我懂事点, 还想让我把车借给张鹏城的弟弟。 如果我不把钱和车借给他, 那就是不懂事。 播放结束后, 众人激烈地讨论, 我爸激动地站起来, 怒喊道, 好啊, 真是好啊。 音音, 爸给你做主, 这婚我们不结了。 我妈担忧地扶住我爸。 她爸, 你别冲动, 听女儿怎么说, 心里划过一阵暖流。 我知道, 我妈不是让我嫁给张鹏城, 而是担心我和张鹏城在一起这么多年, 说不定以后会后悔。 我走下台子, 左右手各自挽住他们两个, 露出一个安抚的微笑。 爸, 妈, 你们放心, 我想好了, 不会反悔, 这婚我不结了。 爸妈, 我们走吧。 雨霸, 我挽着爸妈准备离开, 谁知一直默不作声地张鹏城拦在了我跟前。 音音, 她脸上的表情几经变换定格在哀求, 今天是我们的婚礼, 我妈, 我妈就是太高兴了开玩笑, 你不要当真, 你能不能留下来。 我还没说话, 孙小慧就把我妈挤开, 故作亲密地拽住了我的手。 音音, 你这孩子, 我是鹏城的妈妈, 怎么会算计你的嫁妆呢? 妈就是在开玩笑, 你的脾气太爆了, 怎么能说不结婚就不结婚了? 这样吧, 妈给你道歉。 音音, 对不起, 是妈错了, 不该跟你开玩笑。 今天婚礼, 来的人这么多, 你也不想丢人是不是? 彭城和妈都给你道歉了, 你就原谅我们吧。 我没有说话, 只是把手抽了出来。 这老东西, 真当我听不出来, 他话里话外都在说我的不是吗? 孙小慧僵硬地收回手, 转身去招呼司仪, 主持人, 你继续。 我妈以为我的沉默是在犹豫, 于是开口建议道, 音音, 你看彭城和亲家母也给你道歉了, 不然你就原谅他, 继续婚礼。 不行就让彭城给你写个道歉书保证书之类的, 让他把家里的钱给你拿着。 妈, 我, 不行。 暗中观察的张彭城的弟弟, 张鹏飞站了起来, 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去管钱? 我哥可是一家之主, 结婚之后, 所有钱应该是我哥管着才对。 所以, 你是觉得你哥的钱是你哥的钱, 我的钱也是你哥的钱。 当然, 此时, 应该进行承诺的张鹏成却沉默着不说话。 看来他是认同张鹏飞的话了。 我的心有些酸涩, 毕竟, 我和张鹏成大学在一起恋爱到现在有四年多, 我竟然眼瞎瞎到看不出张鹏成是这种人。 这不就是网上所说的图谋岳家家财的凤凰男? 在宾客的注视之下, 我痴笑一声, 带着父母离开, 本该开启幸福生活的婚礼草草收场。 回到家, 我反锁了自己房间的门, 强忍的眼泪终于掉了出来。 我没想到自己和张鹏成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么结束了。 放在床头柜的手机嗡嗡作响, 来电人显示是张鹏成。 手机铃声响了二十多次, 我不想接, 但最终想到我和张鹏成美好的大学时光, 我还是一时心软接起了电话。 音音, 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不想和你分手, 我可以明天去接你吗? 我们去领结婚证, 过后再补办一场婚礼好不好。 张鹏成的语气哀求, 我一时心软, 回忆起了更多的相恋时的画面。 毫无疑问, 我和张鹏成是互相爱着对方的, 可他的母亲, 我实在不敢恭位, 如果答应张鹏成我和他的母亲的往来是不可避免的, 我嘴巴动了动, 刚想说些什么, 前准婆婆孙小慧兼力又刺耳的声音传了过来。 不行, 不能办婚礼了。 鹏成, 你听妈的, 和文音都怀了你的孩子, 不和你结婚, 就没人娶她。 他这种女人放在妈那个年代就是破鞋, 不要脸, 要进猪笼的。 听到这话, 我浑身发冷。 而手机对面, 声音还在继续。 鹏成, 妈就一句话, 领证可以, 补办婚礼。 做梦? 妈, 你能不能少说几句? 要不是你, 鹰鹰怎么会在婚礼上毁婚? 我不管, 办个婚礼花那么多钱, 还想再办一次, 你弟结婚还买不买房? 还有他说不嫁就不嫁, 咱家今天多丢脸。 要不是他有了你的孩子, 领证也不可能。 张鹏成又沉默了, 我苦笑着挂断电话。 我是独生女, 父母也有一家小公司, 家里比小康更有钱一些。 而张鹏成家里是农村的, 父亲早亡, 母亲孙小慧是做保姆 把张鹏成兄弟两个养大的。 我家给我的陪送嫁妆, 是一套价值三百多万的市中心的房子, 一辆二十万的代步车, 两个门面, 还有一张三十万的卡。 而张鹏成说家里穷, 出不起彩礼, 只能拿出五万装修。 我爸看他是真心对我, 就没让他出彩礼前, 能一直好好对我就行。 万万没想到, 我那婆婆竟然在我还没正式嫁给张鹏成的时候, 就开始算计我的嫁妆了。 此日, 张鹏成一大早就来了我家。 我爸妈把他放进来后, 他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音音, 我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看在孩子的面上原谅我? 我不能没有你, 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呀。 过了一夜,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如果我这次原谅张鹏成并嫁给他, 过后我和婆婆再次产生矛盾, 他的表现还是如同昨天一样。 我不想跳进张鹏成这个火坑。 张鹏成, 你起来吧, 谁没有谁也能过得下去。 我不会和你领证的。 张鹏成还想说些什么, 尾随他而来的前婆婆突然进了门把他扯了起来。 鹏成, 你给我起来。 这个不要脸的小蹄子, 竟然敢让你跪着。 走, 妈以后给你找个干净的对象。 这老东西说话实在难听, 我爸妈气得脸色铁青。 张鹏成和他妈走了, 我以为我和张鹏成就这么结束了, 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谁知三天后, 我那个婆婆竟然又来了我家。 她拉着我的手, 语气阴切, 阴阴啊, 我给你道歉, 鹏成不能没有你啊。 她说只爱你一个人, 我这当妈的不能看着她受苦。 先前没有给彩礼, 这次妈给你们补上八万八。 还有婚礼, 这次妈给你们办个更好的。 不过三天而已, 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 婆婆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抽回手, 心中起了疑心。 哦, 那鹏成今天怎么没来? 我问道, 婆婆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瞧我这脑子。 茵茵啊, 鹏成那天回去的路上, 走到了马路中间被车撞了, 现在还在医院呢。 她抹起了眼泪, 你说说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 鹏成她竟然去寻死。 茵茵, 都是妈的错, 妈以后不掺和你俩的事了, 你就原谅鹏成吧。 她这话说得我颇为感动, 但我还是觉得奇怪, 觉得事情应该不会像婆婆说得这么简单。 婆婆走后, 我爸妈也回来了, 我把她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茵茵觉得奇怪, 那就试探试探你这个婆婆。 你听妈的, 我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于是我打了婆婆的电话, 放了外访。 我可以原谅张鹏成和你, 但我有三个条件。 一, 你说的彩礼要加到十六万。 二, 你和张鹏成给我立个字句, 以后我和她的钱都要在我手上。 三, 婚礼那天, 你说我这种女人在你那个年代是要进猪笼的,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法是长嫂如母? 那天, 张鹏飞对我出言不逊, 让她亲自来给我道歉, 我在考虑要不要原谅张鹏成。 随着我的话, 手机对面婆婆的呼吸声也在家中。 我都听到她咬牙的声音了, 但她竟然还是同意了我的条件。 音音, 等着妈带着鹏飞去你家。 电话挂断, 我和爸妈面面相去。 这, 答应得这么痛快, 张鹏成不会是快死了吧? 我迟疑着出声, 你这孩子, 瞎说什么呢? 我妈给我的胳膊来了一下, 我疼得呲牙咧嘴。 我急匆匆赶往医院, 问了护士后, 我找到了张鹏成的病房。 张鹏成脑袋缠着绷带, 胳膊腿打着石膏, 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我眼皮子一跳, 这这这, 我有个很久没联系的高中同学, 在这家医院当主治医师。 我去了他的办公室, 寒暄过后, 我开始打听张鹏成的伤势情况。 你和他什么关系? 女朋友? 他没事, 就是脑袋被磕了一下, 胳膊和腿骨折, 外表看着邪护, 但是不严重。 不过, 不过什么? 我追问, 你那个男朋友车祸时, 伤到了那个地方? 高中同学眼神微妙。 我瞄懂, 原来张鹏成没了生育能力。 怪不得我那婆婆那么诚恳, 甚至割地赔款, 不惜答应我提出的对她来说, 非常苛刻的条件。 真是好算计呀。 幸好我长了一个心眼, 来医院打听了。 我回家把事都给爸妈他俩说了。 我爸一个瞪眼, 不行, 你这婆婆又在算计你, 你可不能答应她。 我妈和我爸的反应截然相反。 她在相亲, 看来我和我爸妈就是一家子傻白甜。 我来到张鹏成的病房里, 她已经醒了。 病房里还有婆婆和一个穿着如同棉麻裙子长相清秀的小姑娘。 看到我张鹏成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音音来了, 婆婆的笑有些僵硬, 这是我的一个侄女, 来看看鹏成, 你和鹏成聊着, 我去送送小琪。 婆婆离开后, 张鹏成开口, 音音, 小琪是我妈那边的亲戚, 是来看我的。 你别多想, 多想什么? 我有些莫名其妙, 张鹏成, 我问你,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你还会娶我吗? 她深情款款, 音音, 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有没有这个孩子都一样? 在我心里, 你对我最重要。 音音, 你是原谅我了吗? 张鹏成眼神就像是一汪春水。 我突然想起了当初恋爱的感觉。 我刷得起身, 我回去考虑考虑。 走到医院大门时, 我才发现手中还拿着给张鹏成的果蓝。 我只好折返回去。 到了病房门口, 刚要推门, 里面就传来了婆婆的声音。 鹏成, 妈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 你为啥非要取何文英, 那个小贱人? 你都不知道那个小贱人多恶毒, 你弟弟不就是说了他两句, 他就让你弟弟去给他下跪道歉。 他还没嫁给你, 就摆旗谱了, 这以后妈和你弟弟不得被他欺负死了。 还是听妈的, 给他几万块钱,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给咱家。 妈, 你不要再说了, 我这辈子只会取茵茵。 张鹏成的拒绝让我心中一动。 鹏成, 你这孩子咋这么肘? 你自己有房子有工作, 啥对象找不到? 就妈今天带来的小琪, 这孩子多好, 勤快会干活, 屁股大也好生养。 你就先和小琪搞对象, 妈帮你瞒着那个小贱人。 要是小琪能怀孕最好, 实在不行, 妈出钱给你们弄那个试管婴儿。 到时候, 咱们就不要合文殷了, 我看他到时候带着孩子能不能嫁出去。 我僵硬地站在病房门口, 被父母养得太好, 我竟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心思这么恶毒的人。 鹏成,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妈, 妈就从窗户这跳出去。 妈, 你能不能别闹了, 我只能答应你, 我会先和小琪试试, 你说的其他我不会答应的。 手中的果蓝掉在地上发出声音, 引来了二人的注意。 看到我的瞬间, 二人静止了。 随后张鹏成动作慌乱地想站起来, 她太过惊慌失措, 忘记了腿上还打着石膏。 音音,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听到的那样, 我刚刚那样说, 只是先把我妈骗过去, 等小琪来了, 我就会和她说我只会娶你。 音音, 你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相信她, 可婆婆实在是太会算计。 到时只要张鹏成和小琪见面, 婆婆肯定会用出各种手段, 让他俩发生关系。 这些天, 我实在心力交瘁。 我不想以后也过这种日子。 张鹏成, 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看到今天这一幕, 我是真的放下了对张鹏成的所有感情。 或许婚礼上是我冲动了, 但这几天的经历实在太过玄幻, 我想我是不会后悔说出我不愿意这四个字了。 和张鹏成恋爱四年多, 他平常对我多体贴。 可这几天, 我和婆婆矛盾频出, 他虽然嘴上说着只爱我, 可实际还是站在婆婆那边。 就像今天, 婆婆让他和其他人相处。 他竟然答应了。 我承认我眼瞎, 竟然看不出张鹏成是一个妈宝渣男。 我哭着回了家, 爸妈赶紧安慰我。 爸、妈。 我停下了眼泪, 哽咽地说, 这次我决定了, 我不会再和张鹏成在一起了。 爸妈, 你们要养我一辈子了。 你是我们的宝贝女儿, 养一辈子就养一辈子。 正好, 爸也不想让你嫁人。 听到我爸的话, 我突然醒悟。 我有爸妈疼爱, 有个好工作, 家产也不少。 为什么要嫁给张鹏成 给他生儿育女, 被他妈刁难? 既然要和张鹏成彻底分开, 那肚子里的孩子是不能留了。 我去了医院做了人流。 婆婆, 不, 孙小慧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做人流的消息, 找到了我的公司。 哎呀, 不得了, 我们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何文音, 这个贤贫爱妇的女人, 不仅在婚礼上毁婚, 还在我儿子车祸后把孩子打了。 何文音, 何文音, 你出来, 你这个扫把星, 要不是你我儿子怎么会出车祸? 还有我孙子, 你还我的孙子。 孙小慧在公司撒泼, 被人阻拦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开始哭天枪地。 你们都来给我平平礼啊。 他还背着我儿子出轨。 孙小慧撒出一打照片, 里面是我和不同的男人比较亲密的动作。 这些照片是我和张鹏成在一起实拍的, 而那些男人我却一个都不认识。 显然, 这照片是屁的。 这照片都是假, 我刚要解释, 孙小慧带来的人就把我围了起来, 对我指指点点。 手指头差点戳到我的眼睛, 还有那恶心的口水墨子。 我想离开他们围起来的圈子, 却怎么也出不去。 就在我马上要崩溃的时候, 解救我的天使来了。 都围在这儿干什么? 还要不要上班? 都给我滚去工作。 我的老板季书彦带着保安把孙小慧一群人轰了出去。 平常大魔头一般的人此刻竟然会帮助我。 为了表达感谢, 我请他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餐厅吃了饭。 季书彦为人冷淡, 可餐桌上他竟然提醒我要多多留意孙小慧的动静。 可助理,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一些。 根据我的粗略了解, 这件事还没完。 我自己也知道, 婚礼现场, 因为孙小慧的算计, 我当场毁婚, 让他们没了面子。 而张鹏成车祸后, 我要是能答应嫁给他, 还会给他们晚尊。 可孙小慧的又一次算计, 让我直接打了孩子。 我让孙小慧的算计接连落空, 他不会轻易放过我。 回家后, 我联系了张鹏成。 张鹏成, 孩子也没了, 我们就好去好散。 请你告诉你妈, 不要像今天这样来我公司闹事了。 否则, 我只能报警解决。 音音, 我真的不知道, 我会看着我妈的。 音音, 我们还有没有, 我直接挂了电话。 我只以为张鹏成是个妈宝, 万万没想到他还这么天真, 竟然还想着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过了一阵风平浪静的生活, 我以为张鹏成和他妈会显示 在我的生活里。 没想到的是这件事, 竟然被他们一家子闹上了微博, 社会榜第一。 女生闲贫爱富, 抛弃车祸男友, 配图是上次孙小慧来闹事的照片, 还有那次为了感激纪书宴的帮助, 而有的餐厅之旅, 也被人拍了下来放到了微博上。 还有我的私人的手机号、微信号。 我浑身发冷, 不用想, 这件事肯定是张鹏成他妈搞出来的。 我的朋友亲戚给我发微信问怎么回事, 因为手机号、微信号被泄露, 我收到了骚扰电话、 短信等, 这些都是一些辱骂, 还有人加我微信, 验证消息是能不能出来过夜, 多少钱。 我的身体一阵阵颤抖, 手指僵硬地拨打着张鹏成的电话。 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没人接。 上次张鹏成说过会看着他妈, 就是这么看的。 看着那些骚扰信息, 我被愤怒之时来到了张鹏成家。 哐哐哐, 我砸门。 谁? 我掐着嗓子查电费。 开门? 门被人打开。 何文英? 你怎么来了? 开门的人是孙小慧。 我挤了进去,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小旗。 顾不得他, 我几步走到张鹏成之前。 张鹏成, 网上的爆料怎么回事? 你们一家子妖魔鬼怪, 能不能放过我? 我怒吼道。 张鹏成愣了, 音音, 发生什么事了? 你自己看。 我把微博上的内容给他看。 妈, 你怎么能这么做? 上次你不是说了 不会再打扰音音了吗? 张鹏成很快看完, 对他妈怒声道。 你这孩子还生气了? 这也不是我发的呀。 我也不知道是谁发出去的, 孙小慧略心虚地说道。 我夺过手机, 冷笑, 不是你, 那就是张鹏飞了。 他在哪? 张鹏飞? 张鹏飞, 你给我出来。 张鹏成买的这个房子有三间卧室, 我一间一间看过去, 在主卧看到了他。 他竟然丝毫不受外界所扰, 趴在床上打游戏。 我抢过了他的手机砸在地上。 何文音, 我的手机, 你这是私闯民宅, 我要让我哥告你。 他理直气壮地大声喊。 我被气笑了, 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呀。 张鹏飞, 赶紧把网上的东西给我删了, 然后给我道歉。 我就不删。 妈, 你快来。 我手机被何文音摔了。 你这小贱人还敢来我家撒泼? 孙小慧想扑过来打我, 我一个闪躲避开了他。 音音, 你没事吧? 张鹏成拄着拐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张鹏成, 你说吧, 这次的事情怎么解决? 我把枪口对准了他。 我倒想看看, 这次张鹏成是不是还站在他妈这边。 妈, 鹏飞, 你们赶紧把网上的东西删了, 再给音音道歉。 出乎我意料, 张鹏成难得这么强硬地对他妈和他弟这样说话。 我不删, 除非何文音赔给咱家三十万。 哥, 你们婚礼没成, 但钱可是花出去了。 还有哥你因为他出了车祸, 也花了不少钱。 他就应该给咱家赔钱。 你弟说得对, 赔钱, 赔三十万, 否则网上的内容不删。 这两块滚刀肉, 气得我全身发抖。 还要三十万, 三毛你都别想要。 婚礼花了十五万, 这其中十三万都是我家出的。 我穿的婚纱和张鹏成穿的礼服, 也是我出钱买的。 他家就拿了两万, 还一口一个花了不少钱。 再说车祸, 就更不关我的事了, 那是张鹏成自己不长眼。 好, 好, 好。 我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我算是见识到了, 我现在就报警。 刚按下110, 张鹏成就抢走了我的手机。 音音, 我求求你, 能不能不要报警, 我会解决的。 他强硬地带着他妈和他弟进了卧室。 我被关在门外, 我倒要看看他想怎么解决。 无所事事地我坐到了沙发上, 这才看到一直默不作声的女孩子。 小琪坐得离我近了一些, 姐姐, 你就是张哥的那个女朋友吗? 是我, 我和小琪聊了起来, 这才知道孙小慧对她说是我贤品爱富才抛弃了车祸的张鹏成。 不忍看一个青春靓丽的小姑娘跳入火坑, 我将这一家子的奇葩, 做出的事都告诉了小琪。 她竟然伤到了那里, 还没了生育能力。 小琪捂着嘴小声惊呼, 原来这小姑娘不知道这件事。 阴阴姐, 她们这一家子还真是奇葩。 我还是想要一个宝宝的, 我先走了。 小琪拿着包溜走了。 哈哈哈哈。 孙小慧真是活该。 主卧里传出了一声巨大的什么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 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孙小慧那尖锐的声音, 我不活了呀。 我造了什么孽呀? 心里实在好奇这是发生了什么, 我就把耳朵贴在了门上。 妈, 你不是不活了吗? 你今天就从这里跳下去。 你放心, 你跳了以后, 我也要跳, 到了地下我好好孝顺你。 我受够了, 我真的受够你了, 这么多年你一直掌控我, 我明确告诉过你不要去打扰音音, 你做了什么。 反正我也没脸了, 咱娘俩就一起跳下去。 好你个张鹏城, 我把你哥俩辛辛苦苦养大,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这就去死不爱你的眼。 妈, 哥, 你这是想逼死妈妈吗? 赶紧给妈道歉。 到底谁逼谁? 算了, 他不就是想要钱, 我还有十万的积蓄, 都给你们张鹏城的声音透着疲惫与悲哀。 虽然早就对他没了感情, 但还是忍不住替他心酸。 张鹏城的强硬竟然这么短暂, 日后肯定还会被他妈控制。 我看着张鹏飞删了所有爆料内容, 还让他给我录了一个道歉视频。 我的目的达成, 这件事就此了结。 我把他们这家子的手机号、 微信号等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了, 以后我和张鹏城再无瓜葛。 曾经, 我是真的爱张鹏城, 他的遭遇我也同情, 但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能坚定网站, 在我身边保护我的男人委屈自己呢? 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我努力工作, 然而我的老板好像出了问题。 我经常看到他在偷偷看我, 一开始我以为是错觉, 很快我就知道这不是我的错觉了。 我竟然被纪书宴约了出去。 高档餐厅内, 纪书宴声音蛊惑。 和助理, 你刚刚入职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你。 以前对你的工作要求严格, 是让你尽快地独当一面。 知道你有男朋友的时候, 我很伤心。 你请婚嫁的当天晚上, 我喝了一晚上的酒。 我本来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谁知道你那个男朋友, 说到这里他打量了我一眼, 见我没有在意, 又继续说, 知道你身上的时候我既心疼你, 又偷偷高兴。 我不是幸灾乐祸。 和助理, 我现在不求你能和我在一起, 只希望你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 我猛了, 高冷老板竟然一次可以说出这么多话, 甚至他还偷偷暗恋我。 不可否认, 季书宴条件实在很好, 人高腿长, 长得帅, 能力强, 家境好, 我工作的公司就是他家的。 但我回过神来, 还是拒绝了他。 季总, 我刚刚结束一段感情, 那段感情让我心力交瘁, 我很受伤, 不想这么快就谈恋爱。 恋爱太伤神了, 现阶段, 我只想好好拼事业。 毕竟, 这世界上只有钱不会伤人。 为了不得罪老板, 我还开了一个小玩笑。 和助理, 你放心, 我理解你。 我会陪在你身边, 和你一起走出来。 我不置可否, 男人的话有几分真心呢? 说不定真的和季书宴在一起后, 他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经历过张鹏诚的事情, 我不想再重蹈覆辙。 季书宴用行动开始证明他的真心。 他给我送花, 送精心挑选的礼物, 会给我分享好笑的视频。 花和礼物他会送到我家。 我知道, 你担心在公司收到这些礼物 会惹来同事的非议, 说你找好下家财和张鹏诚分手, 所以我把礼物都送到了你家。 我不想收下这些花和礼物, 担心给他错误的信号, 得到的回答却是 如果我不想收, 就扔掉。 我不是那种浪费的人, 只能收夏季书宴的礼物。 他送的礼物都不是贵重的, 而是一些我能够接受的评价礼物。 比如一些可爱的小百件, 比如我喜欢的大白玩偶, 久而久之, 我开始习惯季书宴送我的礼物, 甚至心里还会暗自期待下一次他会送我什么礼物。 中国有句古话, 叫礼尚往来。 济书宴送了我很多礼物, 那我就请他吃饭。 这样, 即使我俩没在一起, 还可以退回上下级的状态相处。 因为是我请他, 所以由他挑选餐厅。 济书宴挑的餐厅是我去过的, 点的菜是我爱吃的。 在济书宴温柔体贴的陪伴下, 我打开了心扉。 情人节当晚, 济书宴约我去了一家情侣餐厅。 音音, 我喜欢你, 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 我对他早已心动, 面带微笑地点了头。 济书宴开心坏了, 在公司内网发了一条公开的信息。 就这还不行, 他还利用自己的老板身份 给公司每个员工都发了一封邮件, 说下班请客。 我和济书宴的感情一直非常稳定, 我见过了他的家人。 济爸爸是济市集团的董事长, 济妈妈是大学教授。 两个人对我并没有意见, 甚至济妈妈非常喜欢我, 经常约我去逛街。 被占用了约会时间的济书宴对此颇有微词, 却被我和婆婆二人联手收拾了。 济书宴尾屈巴巴的样子让我和婆婆笑了好久。 至于张鹏城和我那前婆婆, 则是把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听我俩共同的某个大学同学说, 那天小齐离开张鹏城家里后, 把他们的事情都去了自己的家人。 小齐虽然是个软性子, 但他家里有四个哥哥都不是好惹的。 他们上了张家的门, 把孙小慧骂得抬不起头。 过后, 孙小慧死性不改, 又托人给张鹏城介绍对象。 没人给他找了两个多月, 终于有个二婚带着孩子的女人答应见面。 张鹏城很快和这个女人结婚。 这个女人不好欺负, 手里捏着张鹏城的银行卡和存折。 每个月只给张鹏城三百, 不够花还要写申请。 前婆婆想让张鹏城给张鹏飞买车买房, 被张鹏城的现任妻子绝了回去, 把他们两个骂得狗血淋头。 这家人的婆媳大战, 一天一次。 而张鹏城这次但是硬气得很, 把他老娘和他弟赶回了老家, 就让他老婆给他妈打一千块钱。 前婆婆的算计彻底落空, 至于张鹏飞, 那就是一滩烂泥。 找了几份工, 啥都不会, 还要求高工资。 久而久之, 她就找不到工作了, 开始在家啃老。 前婆婆每个月一千的花用和积蓄都被她搜刮了去。 可怜我那恶毒的前婆婆, 六十多了还要出去当还未公挣钱。 爱, 婆, 哈哈哈哈哈哈。 知道这家人的下场我真是太开心了。 婚礼现场。 新娘何文音女士, 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新郎纪书彦先生? 无论是疾病或健康, 贫穷或富有, 你都愿意爱他, 安慰他, 尊敬他, 保护他, 并愿意在你们一生之中, 对他永远忠心不变。 四一说完这句话, 把话筒递给了我。 我激动的手指颤抖着接过话筒, 在寄书宴, 我的未婚夫深情地注视下大声喊道, 我愿意。 我愿意。